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七月十五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首先为您看到的是来自彭博社的独家报道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 美国总统川普已经向助手表示 他不想进一步加剧与北京的紧张关系 并且暂时排除了对高官实施额外制裁的可能性 川普总统在私下决定不进一步实施制裁 他是在周二签署香港自治法之前做出的决定 与他数周来在冠状病毒大流行 贸易到香港政治自由等问题上 与中国的公开强硬调态形成了鲜明对比 新的香港自治法要求对破坏香港自治的犯罪人进行制裁 但是没有要求政府立即采取行动 有两位匿名人士表示 在川普决定反对此举之前 川普的团队已经拟定了一份中国官员的制裁名单 其中包括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还有副总理韩正 即使川普总统现在不动手 他未来仍然可以决定继续进行处罚 自从中国官员在大概两周前对香港实施了全面的国家安全法以来 川普总统就威胁要采取行动 而中国实施该法以及批评法案的主要贸易伙伴的反应 可能会对已经受到数月的历史性反政府抗议 还有冠状病毒肆虐的香港经济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而在周二川普还下令终止香港与美国的特殊地位 这项立法给了政府九十天的时间来确定 哪些中国官员可能因为镇压香港的政治意义而受到制裁 法案已经引起了中国方面的指责 并且为包括金融中心银行在内的企业增加了很多新的不确定性 美国方面已经制裁了中国执政的共产党的一位高级成员 还有其他三名成员因为他们涉嫌侵犯人权 有一位官员表示政府随时准备发布更多的惩罚措施 作为回应中国方面在周一宣布对包括参议员马可卢比奥 还有泰德克鲁茨在内的美国官员进行制裁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旨在惩罚北京对待新疆地区少数民族立法的象征性报复 许多美国议员也一直在推动对于中国实施新的制裁 众议员的措施在明月初通过后 南希佩洛西表示 今天的行动是对懦弱的中国政府通过其所谓的国家安全法的一个迫切需要的回应 他威胁到了二十三年前承诺的一国两制制度 现在一国两制正式宣布终结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仍然是跟中美关系有关的消息 北京在今天召见了美国大使特里布兰斯塔德 表示反对美国总统前一天签署成为法律的香港自治法 反对美国撤销香港的特殊贸易地位 中国外交部的副部长在郑泽光 在周三敦促布兰斯塔德改正错误 暂停法规和香港地位的改变 根据人民日报的报道 布兰斯塔德被叫到外交部 而郑泽光表示美国的行动是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强烈干涉 郑泽光表示这些举动是美国试图恶意谴责北京对境对香港实施的国家安全法 他补充表示美国制裁中国实体和个人的措施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 并威胁要对中国进行报复 郑泽光表示香港法律和行政命令是美国炮制 并不是因为他关心香港人的民主和自由 而是作为阻碍中国发展的手段 而这样的计划永远不会成功 在周二川普总统正式结束了香港的优惠贸易待遇 并且签署法案要求对促成香港自治权被侵蚀的外国个人和银行进行制裁 法案是在五月底得出的 在两岸的大力支持下迅速通过了国会两党 这些举动是华盛顿对北京在香港实施全面的国家安全法的最新行动 法案大约在两周前正式生效 川普总统表示香港现在将与中国大陆享受同等待遇 没有任何特殊特权 并将被禁止从美国进口敏感技术 这样的变化也意味着香港现在将面临川普总统对于大陆征受产品关税的制裁 而郑泽光在周三表示 美国最近对于香港新疆还有西藏的干涉 暴露了其霸权主义本质 中国已经并将继续采取反制措施 坚决维护核心利益 郑泽光这样表示 我想告诉美国 美国对中国的任何欺凌和不公正行为 中国都会坚决反击 美国企图阻挠中国发展的行动注定是要失败的 我们敦促美国方面立即改弦更张 停止对中国的诽谤和挑衅 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他这样表示 此前华尔街网报为您介绍到 现在美国政府打算对中国电信巨头华为的某些员工实施签证限制 在英国宣布计划逐步取消英国5G网络对公司设备的实用后 这意味着对于华为公司的进一步施压举措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在今天上午表示 他所在的部门正在针对华为以及可能其他中国科技公司的员工 因为他们正在促成国内外侵犯人权行为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并且一直在强调现在美国对于北京的强硬立场 英国现在加入了美国还有许多其他的民主国家 也成为了没有不受信任的5G供应商的国家 蓬佩奥在周三这样表示 美国今天有一个自己的公告 蓬佩奥在华盛顿告诉记者 国务院将对像华为这样的中国科技公司的某些员工实施签证限制 这些员工向在全球从事侵犯人权和虐待行为的政权提供物质支持 蓬佩奥是在美国总统川普签署香港自治法 还有一项取消香港特殊地位的行政命令后的一天 发表这样的言论的 而该命令是在蓬佩奥在五月正式认定中国破坏了香港自治权 并且需要政策进行回应之后发出的 香港自治法要求对任何违反中国在中英联合声明 还有基本法中对香港的承诺的外国个人进行强制制裁 联合声明规定 香港至少要在二零四七年以前享有高度自治 现在华盛顿方面已经正式取消了香港获得出口许可证豁免的优惠 并且切断了香港与美国敏感技术货物的联系 以回应中国在香港制定的具有争议的国家安全法 而英国首相约翰逊决定禁止华为进入其国家的5G网络 此前伦敦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 而华盛顿的压力让现在的举动显得意义非凡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跟美国政治相关的一条消息 美国总统川普现在试图平息有关他与国家顶级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奇博士之间出现裂痕的报道 他在本周三也就是今天再次表示他与福奇的关系非常好 川普在启程前往亚特兰大一个有关于基础设施的活动时 对记者表示我坚信我们都在同一个团队里 我想摆脱中国给我们送来的这个烂摊子 所以大家都在同一条战线上工作 我们做得非常好 总统这样表示 总统还希望与他的贸易顾问纳瓦罗保持距离 纳瓦罗此前在今日美国上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 在文章中说福奇在与他交流的所有事情上都是错误的 当被问及纳瓦罗写这篇文章时是否越界时 川普总统表示纳瓦罗代表自己发了一份声明 而他不应该这样做 尽管现在在美国各地有关于冠状病毒的病例仍然在激增 但是川普仍然对国家描绘了一幅美好的前景 他表示现在市场非常好 我们的国家做得非常好 我们的就业岗位增长迅速 他同时表示学校将开放 我认为希望大多数地方都可以按时开放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日经亚洲评论的最新文章 文章介绍到被视为北京打压香港的同谋的中资银行 根据美国最新颁布的立法中广泛的制裁措施 有可能会被面临切断与全球金融系统大部分业务的联系 美国总统周二在签署香港自治法时 规定了与受制裁官员做生意的贷款人的惩罚措施 包括禁止接受美国银行的贷款 参与外币和银行交易 以及投资股票和债务 政府还可能冻结被指定机构的资产 或者限制向其出口 虽然制裁措施并不具体限制于中国机构 但是法律起草时考虑到了中国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 还有中国建设银行等机构 中国经济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依赖美元进行交易 共和党的参议员土米是该法案的共同发起人 他在五月份也就是法案出台前后表示 当商业和金融利益集团意识到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工具时 我认为政府将面临新的压力 而失去国际储备货币的使用权 这样的前景是潜在的威胁 根据蓬勃智库的数据 截至二零一九年底 中国四大国有银行所持有的一点一万亿美元的负债 这些机构不仅为中国企业来处理贸易交易 也是北京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倡议的资金来源 在最坏的情况下 在海外做生意的中国企业可能会变得没有办法转移美元 野村研究所的经济学家这样表示 而中国的贸易自然而然也会减少 这可能是中国大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原因之一 而美国以由美联储还有华尔街为中心的两大美元结算系统 每天处理数万亿美元的支付 锁定中国主要银行将迅速挤压有关于美元的供应 但是制裁也有可能被证明是一张强大到没法使用的王牌 华盛顿在二零一七年因为中国丹东银行违反了对朝鲜的制裁 而封锁了中国丹东银行的美国金融网络 但是美国财政部的一位官员表示 切断中国的大型机构会破坏中国银行体系的稳定 并可能动摇国际金融体系本身 而美国日本和欧洲的银行所面临的潜在风险也会进一步增加不确定性 由于中国对香港的新的国家安全法禁止与外国或者是外部分子勾结 金融机构如果采取逃避美国制裁的行动 反而可能遭到北京的报复措施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 如果你喜欢本节目也欢迎为节目点赞 并且订阅本频道选择接收通知 这样就可以在节目发布时第一时间收到来自频道的提醒了